I just want to be great I just want to be great HELLO 各位同盟大家好 我是拆币 今天我们继续来拍三月份的联赛 那我们这一次呢 三月份联赛一样是跟着选手的流派来走的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呢 我觉得得到还不错的回应 那大家也觉得这样子来对自己的学习来比较方便 我们上次拍了非常非常专业的分析的超法狗球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来拍丹丹的散政泰坦 那丹丹这一季呢又拿回散政泰坦了 那那个呃 这一季的散政泰坦的三星呢 我在二月份的时候有稍微推一下我们散政泰坦 就说这个流派也太强了吧 随便打随便三星 当时确实是这样子 那在三月份开始就真的有一点点的觉得没有那么好用了 我觉得是 不是说这流派变弱是正形变化的关系 因为这三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 然后散政泰坦红的太快了 然后一组也有拍这个影片 然后很多其他人也有拍这个影片 那导致太多人开始玩这个东西 然后所以导致盖政师很快的就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去针对这个流派 所以其实这个流派很快的就被克制了 我觉得这一招 练这招的人不用太灰心 再等等 这个风水轮流转 然后才是会 就像前一阵子超级红的超公飞船 后来就因为大家全部都克制超公飞船 然后各种旋风抓飞船 后来就没人用 但是后来呢 阵型又变换了 然后又开始有人用 所以呢 你会越多招 这你不会白练一个招式的 COC你不会白练一个招式的 那现在呢 这个散政泰坦 然后一样 他就是基本上呢 五天使的泰坦 五天使的天勇 尽量找一个点 让他的这个 投石车尽量可以 尽量可以发挥 你找得到投石车发挥的招地方 你就可以用这一招 基本上就是以投石车为主 那当然你说 滚木车不能配吗 滚木车也可以配 但是滚木车如果没有 找到比较适合的路线的话 投石车还是比较赚的 这招配投石还是比较赚的 滚木车是一个下下车吧 我觉得 他这边选择的是 散政大雕里面的 狂暴塔 现在这个 现在因为狂暴 他选择政的狂暴塔跟火塔 那好处是他可以多一个法术的单位 因为狂暴塔跟火塔 散掉的话 那算是一个变形吧 我现在看得懂了 以前我们都会找Export 他现在等于是找了一个 狂暴塔跟火塔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现在太多狂暴塔 然后大家发现狂暴塔 很凶猛 尤其是狂暴配什么东西很凶猛 你知道吗 大雕 现在都是配大雕 狂暴塔配大雕 超级凶猛的 因为那种泰坦啊 等等的什么 直接根本就一下大雕 根本就扛不住 就直接动动动 然后就会死掉一匹 这样子 然后泰坦也是 球也是 这些蓝胖也是 都很怕 很怕狂暴大雕 我现在讲回来 其实狂暴大雕 这个概念 我在15本一甘心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讲过这个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XB神症的时候 我就想 狂暴大雕 会不会很强啊 但后来没有盖出来这个症 我没有把它盖出来 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盖 然后卡住了 结果现在最强的阵型之一 就是狂暴大雕 果然还是有搞头的 就只能怪自己的那个 盖症能力不足 不然的话 我就可以掀起一股潮流了 流行的流派也不一样啦 其实流行的流派也不一样 当时流行的是超弓飞船嘛 狂暴大雕根本就挡不住 超弓飞船 没有用 变成没有用 所以当时就变成隐身塔 然后毒塔 是最流行的 那现在呢 狂暴塔又开始流行 因为前一阵子流行泰坦嘛 然后泰坦比较怕狂暴塔 所以现在又变成狂暴塔的阵 比较优势这样 OK 我们看到它带的是五散一阵 这个大家小气急要注意一下 五散一阵可以把火塔给打掉 四散一阵可以把狂暴塔给打掉 那六散一阵才可以把 AXBOX跟投石机还有巨石碑给打掉 好 选择用的是五散一阵 好 我们再来看一场 而现在的阵基本上 防山占大概四分之一吧 然后大部分都是这种格子阵 大部分都是这种格子阵 好 这次带的就是六散一阵 这个有得阵的地方就是不要客气给它阵下去 那什么东西有得阵 就是你在大本后面有巨石碑 然后加上一些CP值还不错的东西 像他刚刚这个有一个小屋跟狂暴塔吧 好 然后还有吹风机 那这边就给它闪掉 那老头呢就是在大本前面 扛住AXBOX的情况 然后把这个投石给放上去 这个投石是必须要技巧的 这个到底什么时间点给它放出来 才不会说这个AXBOX先打到投石车 像我就 我就有曾经GG过 不小心放的距离没抓好 结果AXBOX先打投石车 一下就爆了 我曾经GG过 像这个阵啊 我刚刚讲说 现在这一招三星率变很低 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是现在你看到这就是原因 这些电塔跟骷髅是拿来抓什么的 就是拿来抓这招的超级狠的 他就是 就是拿来抓这招的 这边可能要再放一个狂暴 看他 我觉得我会放 他想撑 放吧 因为他等一下还有投石 这个超级刚好了 你看 刚刚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放 这个影 无敌还是比狂暴好吧 但是 没关系大本有成功就好了 这边打的那么难的时候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阵型是针对这一招 完全就针对这一招 但是他还是用这一招把这个阵给三星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打 还是可以打 中间一个跳跳 那这个投石车已经可以把大本给打掉了 我们就慢慢等他投就好 这个 这个 投石的这边的这个技巧 其实就是 就是小型用租 用工手 用哥布林 等等把 那个 骷髅啊等等的东西给探出来 把电塔给探出来 然后你的老头 就是要把那边的电塔 给撑下来 破级炮撑下来 Expo撑下来 花狂暴也好 花上面也好 花时间也好 你就把它撑下来 然后投石就可以把大本给打掉 然后就绕一拳 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几个东西比较难而已 第一个这个阵 有没有散证CP值 第二个 你的老头 到底要花多久时间 可以扛住所有的东西 然后把大本给打掉 这个算是极限了 这场 然后呢 再来是 你的老头 可能要花几个狂暴 像这个 因为他有一个长手的Expo 对地Expo 那他就花了比较多狂暴 那 再来就是 对方有可能会放一些电塔 骷髅来阴腻 像这个已经放满了 但是他还是没抓到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 这一招专金 这真的是单单已经打到成金了 不然的话一般人用这招打这个阵 应该就早就GG了 可能会异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有点像回字症 它其实是 这个这个形状 其实是前一阵子的一个 蛮流行的 只是他当时右边不是长这样 现在被改了 在各种改正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狂暴症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狂暴症 这种这个位置的狂暴症 有点可怕 你不要说你如果你是从 你的部队从这边来 没压无敌的话 真的就是一下就消失了 两只吃狂暴塔的那个头石 洞洞 其实有可能蓝胖都快死光了 很痛很痛 所以那边要嘛就是要 那个冰洞 不闪震它的话 你可能无敌就是要早点压了 你狂暴天使说不定来不及都直接死掉了 OK选择这边是直接用 闪震把狂暴塔给打掉 然后这个狂暴塔 又狂暴塔先打 又狂暴塔倒掉之后 它那个狂暴效果会跑出来 这边要不要加狂暴 OK加了狂暴 这个加狂暴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它等一下还要打神盾 这样神盾可以免费打掉 不打神盾就是 看它呢 觉得可以打一下 好拉走 然后用这个杀手打神盾 OK好也可以 好然后这边冰冷出来 好然后冰住 OK刚刚好 这个位置你看刚刚 刚刚的话后面的那个头石是打到这边 然后就是有狂暴的情况之下 动动动动 那可能你不压无敌 这个前面就死了差不多了 不死也残 然后再动动动动 就差不多了 你要压无敌的时候 你发现只剩下蛮王跟女王 很恐怖喔 OK好但这样的话就绕一圈 然后呢 它使用的 这个就没有投石了 这个就没投石了 就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投的地方 这个真的蛮防投石的 那这个时候 所以如果你想玩这招 没有好投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用怎样 训练营 算是有一点 没办法的情况啦 选择使用的训练营 然后这边放跳跳 它这边跳跳是给女王跳进去的 发现整个部队已经歪掉了 这个也是喔 如果你不是打这么专精的话 打到这边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点紧张 现在是丹丹 他打得很专精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在干嘛 选择把跳跳给女王 这个真的是很冷静耶 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感觉好像是一心 一般人在这边会选择把跳跳给女王吗 丹一个女王啊 没天死 蛮冷静的 丹丹不亏还是丹丹啊 完全正确的选择 导致了一个三星 如果选错了 有可能是一星喔 刚刚他只有一个冰洞 女王有技能 没有天死 女王都绕出去这边打墙 然后会被 在墙壁外面被巨石碑给卡住 然后神盾可能打巨石碑 情况下 冰一次快把巨石碑给打掉 然后会被巨石碑给打回大本给激火 然后呢 跳跳放这边 然后泰坦过来被大本给打掉 这剧情很熟悉嘛 最后99一星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这个闪阵泰坦 打法基本上也是一样 跟上次没有变太多 但是阵型变难打 所以我给这个闪阵泰坦的rank等级 算是下降了 没有这么好用了 不是这个打法变难 是因为克制他的阵型变得多 你可以看到有些阵型要嘛不给你投石的CP值 有些阵型要嘛给你一堆电塔跟骷髅 就来准备抓你 所以呢 确实变不好打 但是你如果打得够专精 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需要一些技术 就没有以前那么无脑好打这样 好 那我们就拍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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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